大陸轎车APP 滴滴打车和日本的继承车龙头 第一交通产业合作 正式进军日本大阪 以第一交通为首的12家公司 开始训练自家问奖 配合滴滴轎车服务 如果在近距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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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出现了 那种情况下 看不见了吗 我明白了 明白了吗 既存的车车会比较适合 使用者容易使用 车车公司的车车会上升 这种方法是提供的方法 日本滴滴由大陸的滴滴打车 和日本软银集团出资设立 未来也考虑向东京和京都等地区 扩大服务 目前已经有上千辆计程车 加入日本滴滴 以后陆客在日本旅行 打滴也不是难事 滴滴在日本风光上市 但回到大陆 却因为今年三个月内 接连爆出性侵杀人案件 受到大陆政府全面调查 比较薄 效能低下飞乏 营运的问题也要突出 虽然在家乡面临安全整改 但滴滴仍在巴西澳洲等 多个国家与当地计程车业合作 积极进行海外扩张 不断和Uber共同竞争 国际市场 记者唐全不到